我的戒齿呢 你们谁看到我的戒齿了 夫子 夫子 这 又是你 你拿我戒齿做身 不是我 不是你 那你手中是何无 你不但不知悔改 还说谎话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在我这儿 我 想来 这最后一名考进军武学院也是运气 既然考上了还不好好上课 故意捣乱 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思 安妮 贺堂之上 不许喧哗 上午就见你不思进去 上课偷懒睡觉 每届弟子中总有几个调皮的 老夫已经见怪不怪了 若是今日不好好管束你 来日出去 碰到品杰高的妖兽 看你如何保住小命 夫子息怒 不需要和这样的女弟子计较 你出去领阳 就让你去吧 楊阳 出去领阀 凤武 你什么时候把兵化了 烧壶茶水出来 什么时候再进去继续听课 赵夫子也真是的 这么大一块儿的兵 得用多少灵力啊 小五 你手是不是很酸啊 小五 你在说什么呢 我就想不明白了 以我的聪明才智 怎么会被这种小小的校园暴力糊涂呢 你怎么又在说我听不懂的话呀 校园暴力 我决定了 哪里有押迫 哪里就有反抗 虽然我一直都是以德服人 但是也不能让他们在我头上 这么胡作非 俗话说的好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加倍奉还 这个沐瑶 他要是再敢掌视 我就算被夫子罚 我也要制得他老老实实 说的好 你听懂了吗 我当然懂了 你不就是说越挫越勇 越勇越浅吗 对不对 没错 我决定 我也要用你这种精神 精进我的厨医 然后让小一哥哥 知道我的心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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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